這裡面的報導啊 極為驚走 如果我們的綠電爛成這樣子 我擔心的是 你看起來一千億好像是在補貼台電 我怎麼知道它不是去補貼這些綠能蟑螂呢 我真的不會同意你們一千億啦 我很擔心啊 這一千億變成為蟑螂的這些資源 我們現在要全力發展綠電對不對 是 多元發展綠能 這應該是上週的金周刊 我不曉得院長跟部長有沒有看到 談到綠電氣音 那其實它的電子版在網路上瘋傳 院長跟部長看過嗎 內容 我們知道這個內容 好 院長跟部長知道 這裡面呢 特別提到 台灣要發展綠電 但是 因為綠電蟑螂橫行 審查礦日費時 所以我們風電光電的進度 都大大落後 把業者逼到玩不下去了 所以呢 在這個報導裡面 看到沒有 金周刊訪問了好多家的 這些綠電業者 包含外商 甚至提到 千萬別去台灣 裡面 有一些這個 粗黑的標題 給院長和部長看一下 一手好牌 如今被你們的政府 黑道 和過於民粹的社會打成一團亂泥 還有一段 不久前我看到台灣官員說 綠電不夠可以在別國設廠 用海底電纜送回台灣 這件事已經在全世界成為笑柄 這裡面的報導啊 極為驚悚 把過去我們非常多的 大家提出來的建議 還有大家聽到的一些事情 他透過幾個綠電業者的訪問 我想金周刊 大家也知道 他的負責人叫做謝金河先生 也算是民進黨政府的國師級的 這不是你們所說的統派媒體 或者還是說 你們說這個是在認知作戰 所以這裡面還特別談到 我們現在呢 一堆的 弊案 甚至呢 其實包含我們的檢察官 也在做調查 但是很多業者 敢怒不敢言 不敢檢舉 所以 如果我們的綠電 爛成這樣子 請問一下院長 你要不要辦 怎麼辦 好 這件事情 我們跟委員同樣的重視 所以看到這個報導之後 我們正式的就請檢調單位 能夠去查 查的結果告訴我們說 這個案子是 多年以前的案子 當事人離開台灣 而且 只有週刊 他也不便 透露當事人是誰 但即使如此 他裡面不是只有一家 他裡面大概有六家 還有本土 還有台灣的上市公司 還有台灣的上市公司 但即使如此啊 裡面提到的案情啊 真的讓人覺得很驚悚啊 是的沒錯 只要來做綠能 或者是想要跟地方政府 想要打通關 他說不是啊 你做不做得到 是你有沒有給錢 所以院長 你在這邊 能不能夠 來做一個承諾 如果今天台灣要發展綠能 而會有這樣 綠店蟑螂恨行 然後 現在連政府 他說連白道都不管啊 很多業者 甚至呢 員工還不敢 從正門上班 到從後門上班 因為一些黑道 天天在他們門口 有這些的事件 我們是不是要辦到底 否則的話 我們這些綠能 怎麼推展得下去 是的沒錯 這件事情雖然我們剛剛我說的那一段 但是我們的檢調單位 還是持續的 已經成為一個專案 在處理這個事情 那因為 是不是能夠儘快的 來有一個 明顯的答案出來 我們當然還在努力 不過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八月份 我們講的四個原則 就是要 過程要透明 程序要簡化 要設立一個檢舉的平台 中央地方要合作 那之後我們又做了三樣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第一個 有爭議的土地 太小的土地 不要開發 不要造成人民的困擾 第二個呢 廠商的責任 只在完成這些工作 幫助我們政策 不要給他太多的麻煩 供權力進去 最後一個 農民的權力要照顧 否則變成無政府狀態 沒錯沒錯 另外 在他的報導裡面 也特別提到 所謂的他山之石 他說比如日本 他們有個規定 就是六個內六週內搞定 他們有很很透明明確的 也就是說對於很多的外商來講 他到了臺灣 他沒有辦法處理黑道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處理 民代勒索的問題 他也沒有辦法處理 政府的效率不髒 整個這樣這個流程 幾年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 郭部長在這邊 我們能不能未來把這些綠能的標準時程 做一個可以以招公信的 不然的話 你不可能讓民眾去處理 讓業者去處理這麼多 應該政府處理的事情 可不可以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中央跟地方政府 能夠建立一個平台 我們應該在年底之前就可以出 年底之前把這個平台 把這個流程 這個SOP建立起來可不可以 是可以 好所以喔 今天我們討論是一千億追加預算 我們在之前也談到 為什麼國會要成立 這個調查委員會 要為什麼要舉行聽證會等等 我們當時就說光電閉案 就是很主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如果現在 連民進黨國師他所主持的 金周刊 都告訴你 有這麼多的弊端 請問那一千億 我擔心的是 你看起來一千億好像是在補貼台電 我怎麼 我怎麼知道他不是去補貼這些綠能蟑螂呢 所以 我要請院長和部長 把這些 全部建立起來 否則的話請問我 我真的不會同意你們一千億啦 我很擔心啊 這一千億變成為蟑螂的這些資源 我們不能為蟑螂 另外 我想請問一下 在上一次的 我們能源的專案報告的時候 劉許提委員 好曾經要求 院長就是 和部長 就是對於未來台電 應該做出四年的財務規劃 院長有同意對不對 是的 部長有沒有同意 我沒有直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不過我認為這是應該的 應該的 好那 部長你也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所謂四年的財務規劃 應該要有包含哪些 財務規劃 當然就是包括他的這個資產的盤點啊 然後他有多少 你想像中如果台電要做出財務規劃 應該要有多少 這個paper應該 應該是厚厚一點吧 他大概三個表可以表現啦 一個資產負債表 還有一個現金表 然後還有一個資產負債現金表 三張表可以表現一下公司啦 這個是派技上面的原則啦 好 那我就給你看一下喔 來 這個是呢 昨天牛許提委員跟我說 他收到了 台電的財務規劃表 來看看 什麼表 什麼表都沒有 什麼什麼現金表 什麼通都沒有 兩張A4的紙 還沒寫完 大概一千字 算起來不到一千字 因為當時牛許提委員就說 你們要追加預算 你們明年還要編列 撥補的預算 所以他又看到 比較長期一點的台電的財務規劃 結果昨天他收到了 是收到這樣子 我們叫做 我們助理說 這是一字千金啊 我說哪裡一字千金 一字值一億啊 對不對 我們光是今年就要追加一億啊 一千億啊 不到一千字 給我要求要一千億 部長 如果你是董事長 你的員工給你這個報告 你是不是就啪一下丟出去啊 重做啊 公務機構跟這個 一般的在我們外面的公司 確實是靠三張表在表達 一個公司的 台電不是公司嗎 我不知道這個公務上面應該是怎麼樣的 抱歉這部分我沒有那麼熟悉 不過 您剛剛所質詢的這一個 所以呢 所垂詢的這部分呢 我們回去會準備 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 跟損益表 對嘛 起碼所謂的財務規劃 齁 你自己也是上市公司老闆 台電可以這樣唬人嗎 這一千億喔 怎麼給 我想請問怎麼給 實在是很離譜的事情啊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修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明亮 指定 目標 網路 準備 你 服口